天日之冰 想要解暑氣 但萬物飛漲之下 老四號冰店真的耐不住 也開始都漲價了 包括像是開業超過二十年的奶茶站飲料風 四月開始冰沙類全部一律貴五塊錢 還有大家所熟知的東區粉圓 現在也要變貴了嗎 光是上原物料 連續全本都要至少增加兩成 實在吃不休 所以三月份開始一碗多了十塊錢 這幅度蠻大的 另外就連今天開了二十九號開賣的 台電貴山冰棒也是掌聲響起 撕開包裝 淨涼的冰棒布滿一顆顆 飽滿濃郁的紅豆 口感綿密紮實 除了天氣變熱 年度限定的台電貴山冰棒 三月二十九號回歸開賣 但價格卻也回不去了 有無聊 對啊 現在什麼都掌 種什麼都貴啊 南迪牟利掌聲 貴山發電廠冰品部貼出公告 不只紅豆芋頭等 就連包裝成本也偷偷上漲 因此調整今年價格 看下方表包含青江綠豆 百香果等所有品項 都從原先的十塊錢變成十一元 得再多付一個銅板 它的田路都剛剛好 我們從七塊吃到十一塊 它是慢慢慢慢的在漲 不是說一下子就漲很多啊 那個餡料都很多 也沒有漲很多 現在個物價都上漲 障礙路邊大顆冰棒 解熱器 調漲一元 民眾都還能接受 而另一邊也迎來掌聲 碗底撲碗碎冰 再加Q彈的地瓜圓 帶點嚼勁的玉圓和粉圓 和軟綿大紅豆 三台前四種配料 霸氣加好加滿 但從三月開始 東區粉圓這一館從六十元漲到七十元 兵友們有感嗎 沒有常常來吃 所以感覺也沒什麼影響吧 我們的粉圓Q 非常的Q彈 很霸氣 很無奈 不調 可能老闆也沒有辦法撐下去了 城市成本嘛 原物料成本 什麼都漲 原料不變 我們還是一碗滿滿的 眼底沉重無奈 畢竟光是原物料等成本 至少多有兩成 多方夾題下 店家哭吞多年 實在吃不休 而另外剩下錢 調漲的還有開業超過二十年的 奶茶站 飲料房也hold不住 指出原物料調漲 從四月開始 冰沙類 全變貴五元 花火飛上 通膨巨瘦 持續碾壓 勞子豪冰店 不得不將成本反映在價格上 記者 江成俊 終於台北從不懂